對 我想進入了我們說的 疫情的中後半場 其實很多的事情都變得很困難 因為它已經不是零合一的遊戲 它中間需要很多的一個妥協 那這些政策思考最關鍵什麼 就是價值的選擇 那我們在國外的疫情 發現說有很多國家在當中 去做這個價值的權衡 常常會顧此事彼 所以台灣走在世界疫情的後端 我們要從這些過去的經驗中 去學到一些教訓 那以目前來看 我覺得打疫苗這件事情 是全國人都共同認為 最關鍵 最迫切需要的 在台灣我們確實有一些 所謂的競爭上的優勢 因為台灣除了在大醫院之外 我們有增設了很多的大型市場所 但是我覺得重中之重 最關鍵是什麼 就是長期因為台灣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健保制度 所以我們有很綿密的基層醫療 那這個基層醫療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到醫院去就診 那麼很多人他身體很健康 所以街頭巷尾我們說的這些診所 變成是一個很好的增加施打率 覆蓋率的一個機構 這也是目前我們小英總統 他一直在希望說大家能夠 趕快把這個覆蓋率提高 那我相信說民眾都有這個共識 所以就疫苗來說 現在只希望不要某些人 因為特定的我們說政治的目的 故意去貶疫 貶損某些疫苗 讓民眾怕得不敢去打 不然的話以目前台灣的一個疫苗 到貨量已經到700多萬劑 那加上我們這個石板老師 他的祝國日本一直在幫助台灣 所以我覺得800萬劑 除了我們所有人數 所有的人口占了35%的覆蓋率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好好利用這疫苗 台灣的一個疫苗施打 很快就可以跟其他國家追上來 那另外一部分要講到說 這個加齡的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選擇 大家都清楚 我們從英國的政策 從日本緊急事態的四次的一個宣言 我們都知道說 在經濟跟疫情之間要拿捏一個分寸 很多時候很困難 去年後來英國的首相 出來道歉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英國的人口沒有破億 可是他們使用人數竟然高達10萬人 也就是說他們要追求經濟的穩定 可是疫情又控制不好 那麼在關關開開之前 就很多時候造成更多不好的一個下場 那以目前台灣來說的話 雖然我們在最近的一日 全台全部的確診只有28位 可是不要忘記 這當中有17位 他是在社區中持續趴趴走的 他不是在居家隔離當中被發現確診 也就是說這個我們莫名的 不知名的這個傳播鏈 還是維持在社區裡面 那所以中央雖然發布說我們違解封 結果所有縣市所長 卻沒有辦法做下一個 讓大家能夠進到餐廳路內食用 取用餐物的這個決定 那民眾也知道說 現在好像距離完全解封 還有那麼一段距離 那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去年我們在講說這個封城最嚴重的 就是中國的武漢 武漢的封城是怎麼個封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不能夠認同這樣的做法 他是用城管 公安 武警 人民解放軍 全部把什麼整個城市團團圍住 所以很多時候是把人的房子 用木板把它盯起來 把人綁在這個電線桿上 或者說在晚上的時候 武漢城就存現一個非常恐慌 害怕 憂鬱的一個狀況 但是其他國家就用不同的方式 去處理封城的事情 那封城有兩個關鍵因素 一個是你封城的程度 比如說完全禁決這個城市 跟其他城市的交流 還有一個是手段 那這當中有一個國家 其實值得我們去接近或思考 就是日本 日本是在所有封城的一個措施裡面 是採用最彈性公民自律的方式 那當然跟日本的一個民族性 是有關係的 那我跟大家講說 這中間總共有四次的緊急事態宣言 最近一次剛好是在奧運的辦理期間 一直到8月22號 那麼前面三次 第一次的緊急事態宣言 是在去年的4月7號 那麼當時用的方式 是完全是零法則 也就是什麼 告訴民眾說你要自律 為了全民幸福 你就不要隨便趴趴走 那麼預請所有國民 配合的這個強烈用語 他告訴我們說 KTV 夜店 居酒屋等 就要暫時停業 餐飲業則縮短 夜間營業的一個時間 但是跟大家講說 第一次的緊急事態宣言 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效果 所以在第二次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候 就把它放寬了 因為他覺得說你那麼嚴格要求 最後達不到 但是他一樣是預請 一樣沒有強制力 可是到第三次的時候改變了 因為日本在今年3月的時候 通過了幾個法律 我想石板老師可能比我更清楚 就是所謂的防疫三法 那這個對照台灣 其實在SARS期間 我們就有所謂的傳染病防治法 那後來我們因的這次疫情 又訂立了這個緊急書根條例 跟這個傳染病的 嚴重肺炎的一個傳染病的條例 也就是說我們也有這樣的法律 只是我們剛好在日本這種最彈性 跟武漢最極端當中 是一種平衡的一個形式 那這種平衡形式跟日本的形式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跟他報告是說 日本的第三次的緊急事態宣言 因為他有一些罰則 那有一些獎勵 所以基本上他就造成一個 相對的約束效果 可是這樣子多次的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候 就會彈性疲乏 所以到最後就會形成所謂的防疫的疲勞 那麼換言之現在第四次 很多的日本公民就認為說 好像在這樣下去很辛苦 也沒有時效 是不是打疫苗比較實際 回過來台灣 現在我們回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說 我們再來的一個所謂的防疫的政策 該怎麼進行 我覺得第一個 社會有一個共識 我們其實都期待 防疫跟經濟能夠穩定並行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概念是說 當我們這樣期待的時候 絕對不要在有任何一個城市出現 確診的時候 就大家打法 我們就在探究是說 如果這個縣市政府 已經盡了它的所有能力 而這個病毒確實是不可知的 從社區長出來的 在台灣經過第一次的這種社區攻擊之後 其他的城市 其他的國家都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們不要去苛責 不要找一個戴罪羔羊 而就事實的本質去論辨說 到底縣市政府有沒有把防疫工作做好 這樣子我覺得朝野一致 人民都有共同的想法的時候 才能夠往下一步去走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確實現在在台灣 經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台灣發生 當初日本他在進行的 所謂的三次緊急事態宣言之後 曾經他們的一個野村綜合研究所 他們曾經說 在第一次影響的GDP 大概是0.88% 到第二次就達到了24% 我要講的是說 經濟的問題會一次一次的累計 好比說一個商店 第一次可能搖搖欲墜 第二次可能整個就倒了 倒了整個國家內需 經濟就斷煉了 所以現在台灣要思考的是說 我們經濟記得將近兩個月的 三級的警戒 那麼我們的餐飲業娛樂業 也幾乎是封鎖的狀況 這是關鍵時刻 我們要得到社會的共識 找出一個平衡點 不要讓這些搖搖欲墜的商店 真的倒掉 經濟 經濟還是要把它維持起來 政經濟得到国核 而到外面 不是